朋友们上次啊我们做了一期网络游戏音乐盘点 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做一期单机游戏音乐盘点 说起单机游戏经典的音乐啊真是数不胜数 所以说我们本期呢肯定也不能全部都涵盖在里边 我呢只能挑选出来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 那如果说大家有自己喜欢的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好那废话少说啊我们首先来说第一个 也就是GTA的音乐 圣安地列斯 这个真的属于开尼网站 大家呢可以听一下啊 这个歌可谓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只要这个歌的音乐一响起啊 响起来当年呢玩GTA的时光了 那这个歌呢也是二星的作品 说二星是一个音乐公司 没啥毛病啊 经常说嘛这个游戏是第九音数 音乐呢是第三音数 那么九减去三就是六 所以说GTA六什么时候出呢 一个字绝 说完这个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 也就是刺客信条二的配乐 信仰之乐 万物皆虚万事皆云 刺客信条音乐还是非常的震撼的 尤其是刺客信条二的插曲 我个人感觉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刺客信条二之后 很多的系列都一直沿用着这个培育 这个音乐一响起啊 就那个感觉那个氛围就来了 然后呢是第三个 也就是荒野大标课二的插曲 亚瑟最后赴死的时候的那个插曲 当你感受到亚瑟那个时候的决心的话 那个音乐一响 哇当时就泪目了 不单单是那个时候的培育 很多时候的插曲 真的就是恰到好处 就是那个画面加上那个音乐 你就感觉一下就到位了 当时荒野大标课也是二星的作品 二星在音乐这方面是真的牛逼啊 这得不倒不佩服一下 接下来呢是第四个 也就是激净灵的音乐 说实话激净灵我没玩过 其实不单是激净灵啊 基本上所有的恐怖游戏我都没玩过 我害怕好不好认同 当时我看过别人玩 你看那些主播的恐怖游戏实况 是众多实况里边最有意思的 配合弹幕一起使用是吧 前方高能是吧 弹幕固体就没有那么的可怕了 激净灵的这个配音 真的是非常出现出圈了 不管说玩过没玩过的 可能都听过这个音乐 音乐的制作人呢是山岗黄 是日本的非常出名的一个音乐大师 虽然说激净灵啊 它是一个恐怖游戏啊 但是呢这个歌啊 却出奇的质疑 恐怖游戏的内核呢 也不单单是恐怖 也可以是解脱和试 接下来呢就是第五个 也就是P5 女神异为路的音乐吧 旋律一上来 这玩意大家呢 一下就能听出来啊 这是P5的音乐 而且P5也不单单是音韵啊 包括它的美术风格 整体啊都是非常的有特色的 我觉得P5真的是回合制游戏里边的大成之作呀 如果说谁觉得回合制游戏不好玩 那么我推荐你去玩一下P5 等你玩完P5之后 你可能呢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 那我们本期的单机游戏音乐盘点啊 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呢如果说有一些自己觉得特别好听的音乐啊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里边呢分享 咱们呢下期再见